《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今早在一個港台節目中表示 打第四針並非優先項目 不是所有18歲至59歲人士都要打第四針 他發現不少市民對打第四針有誤解 希望澄清 他說 打第三針後的頑重症或死亡的風險已經接近零 至於打第四針能增加的保護力短且有效 只有一至兩個月 劉宇龍繼續說 18至59歲群組中 只有極少部分人需要考慮打第四針 例如離港遊學的人士 因為一些海外國家已經取消戴口罩等防疫要求 他們或希望有更多的保護力 本港前線的檢疫或醫護人員也有需要 因為他們每天都有高暴露風險 不過劉宇龍又說 已經研判過前線人員的風險 認為他們每天做快測 加上穿好保護衣 其實風險並不高 是否打第四針自行考慮 劉宇龍坦然 同一種疫苗每多打一次 獲得的收益會越來越少 甚至會有弊端 例如打復必泰疫苗後 有機會出現心肌炎 尤其是年輕人 劉宇龍表示 長者和長期病患都需要打第四針 以加強保護力 他繼續說80歲以上的長者 接種三針後的染疫死亡率 會減少至1.2% 如果打第四針有望跌至0.5%以下 不過現時只有兩成的80歲以上長者 打了第三針 會減少至少 會減少至少 第四針 會減少至少 不得了 我們會減少至少 有理由 會減少至少 會減少至少 灰色 有 會減少至少